吸水暴漲救難人員涉嫌救援 穿好裝備拉緊繩索不放一路往前走 但還是沒才問跌入水中超級險 還好人順利抵達對岸被救起 這事件發生在花蓮光復鄉28號中午12點多 大新村長期接山泉水使用 受到颱風堵塑人迎向出水口堵塞 導致村落三天沒水可用 而村長兒子一起上山處理 沒料到遇到溪水暴漲受困 大批緊銷前往救援 因為我們看這個水量 他跟我兒子就強行渡過 不曉得我們那個 汽水口弄好的時候 山上有下一陣營嘛 溪水暴漲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過來 颱風前腳還沒離開 有人冒險跑到溪邊釣魚 你還要有水溫水 你還要渡過下一個 你還要躺掉啊 你還要我為了你拿衣服 然後你拿衣服 他就先跳跳 調客看到警察來了 趕快離開這裡屬於開放的西建小溝 援警只能勸導無法開發 開封期間不只西邊危險山區 因為連日大雨台九縣161公里處 28號晚上發生大範圍 碎石掉落 車輛緩慢開過去 發出咚咚咚聲響 路上散落大大小小碎石 還有車不小心被砸中 板筋凹了一個大洞 車內人員也受傷 公路段人員急忙清理完畢 會不通車 這幾天山坡道路土石鬆軟 容易崩落 民眾最好避免通行 體北線高中王思淳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